好 要來關心的是這個疫情現在收進台中市政府 根據瞭解這樣的府會官員和明帶來聚餐 已經造成兩位副市長相繼確診 再加上五位局長確診染疫人數 現在可以說持續在增加當中 如今傳出著運動局長經過披薩檢測之後 今天早上也確定染疫 市議員原先是有兩位確診 那麼今天早上李中也確定染疫了 早上的台中市議會許多的局處都是由副局長代理出席 台中市議會二號質詢出席的統統不是局處首長 因為疫情燒進台中市府會 二號持續新增 運動局局長李玉瑞 市議員李中也確診 總共十五名市府官員和明帶統統染疫 公務都正常在進行在推動 那麼我們今天像早上市長主持的一個防疫會議 另外當然還有包括跟市政有關的這個會議 從八點鐘開始到現在都仍然還在進行中 4月26號文教委員會舉辦餐序總共24人出席聚餐 4月28號交通地震委員會也一慣例舉辦餐序共34人參加 兩起餐序發生傳播鏈 包括兩名副市長以及二號早上確診的運動局長 總共八位高階首長染疫 而地震局副局長朱上岸目前快篩陽性 市議員方面王立任江照國確診 二號新增李中也確診 還有市府以及議會各兩名工作人員都確診 局長確診或是有令我要工的話 我們都是正式公文給議會幫局長請假 然後由副局長代理 就照程序然後提早準備就是這樣子的東西 兩天其實之前居哥的時候他就有通知了 但後來才知道說確診 所以就變成從5月1號開始 10加7到5月10號 台中市府淪陷參加餐序的官員名代陸續染疫 就怕傳播鏈還沒停 確診人數恐怕還會繼續增加 藉著許凱迪富麗加SNG小組 台中報導